就在左柱即将被仪式终结时 直水和右居然跨越时空 联手打败了仪式 还成功让仪式中了别天神 挽救了整个忍戒 左柱不敌仪式 很快地就在战斗中落入下风 就在这关键时刻 直水居然跨越时空降临了 仪式震惊地抱了粗口 他察觉到来者气息非常强 就在这时 直水和右双双开启轮回眼 一只红色的大手将左柱从仪式的手中救下 原来这是右的完整体虚左能呼 仪式见状不妙 打算潜入虚空 这怎么可能拦得住顺身直水 直水以飞人的速度追上了仪式 一击就将仪式从虚空中打出 随即他们便开始进身战 可直水的速度 哪是你仪式可以探懂的 这时又也打算出手 他开启轮回之力 将仪式的身躯转移到了空中 两人见状开始了协同攻击 仪式的实力还是有的 居然和有着轮回眼加持的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但双拳难敌四手 逐渐在直水和右默契的配合下半下阵来 右发动了天照 他将黑焰附在了箭上 面对右的强势进攻 仪式逐渐败下阵来 渐渐地陷入了被动 右抓住时机 将仪式摁在地上 此时直水发动了别天神 改变了仪式的意志 逢而拯救了整个人见